現在跟大家示範一下 運動前的熱身動作 現在運動前先做慢跑 大概做5分鐘 慢跑後等身體的體溫升高 就會做各個關節的活動和伸展動作 現在做完5分鐘後 我們就會做一些拉伸動作 由頸部開始 再向後 再向前 每個位置 我們自己保持的話 會大約15秒 因為現在拍攝需要 我們就不會放太長 做完之後 肩膀 拉下手 拉下手 再向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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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左邊 再向前 兩邊 打圈 再向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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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肩膝頂的動作要慢慢轉 去打圈 放鬆一點 然後做手腕腳腕 做完這段時間後 做腳部伸展 把手放在地上 前腳大概是90度角 後腳盡量拉直 然後轉 每個位置大約15秒 做拉筋的時候 可以保持呼吸正常 不要避棄 然後做側身 伸展 另外一邊 然後做小腿 小腿動作 對 另外一邊小腿 盡量碰到腳尖 然後做大腿的動作 對 接著大腿 拉一拉 大腿前面的肌肉 OK 做完基本的熱身後 就可以準備開始 做肌力的練習 或者其他運動 所以建議大家 在運動之前 做足充足的熱身 以防受傷 和令自己的運動能力 做得更加好